游戏怪谈之渔船惨案 我是专家 国产文字冒险游戏单程票发行于2018年 他讲述了戴业男青年为了打工而登上了渔船JP2682号的故事 而整个游戏的真实背景 正是当年轰动全国的鲁绒鱼2682号惨案 2010年12月 载着33名船员的鲁绒鱼2682 从山东危海出发前往碧鲁海域作业 而由于当时人员混杂 以及渔船公司使用了欺诈合同的手段被发现 船员刘某便开始窜夺其他船员截船回国和渔业公司打官司 不仅劫持了船长还破坏了通讯设备 而厨师企图解救船长 却惨遭刘某等人的残害并抛下了海 至此人们开始逐渐的失去了理智 这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小世界 开始变成了海上炼狱 受了刘某蛊惑的船员们开始互相伤害 丢入大海 直至剩余16人 而之后又发生内讧 并且船舱被破坏 2011年7月29日 满市创夷的2682号被拖回港 此时的船上仅剩11个活人 这11人还谎称自己是清白 最终真相大白全部受到了制裁 正如游戏中所表达的 在隔绝的海洋上 人心的黑暗会无限的放大